蝦依琳婚後育有兩個小孩 最近她在社群平台透露 發現一個育兒大魔法 可以解決孩子上學愛拖拉的狀況 她表示滑到網路上 一個教養老師說孩子拖拉時 要忽略她做不好的部分 只講她好的部分 於是她決定試試看這個方法 她早上起床後就跟孩子說早安呀 今天你們直接起床下樓 太配合了吧 難不成你們都是那種 自己穿鞋子超級迅速的人嗎 你們是上學因素小子嗎 她表示這種直銷式打雞血人生 感覺真的很下 但是比以前的方式都有用 最後她表示其實孩子真的不難懂 只要是在賭心術 而且只要小孩開心 家長就開心啦 魚臉 你孔子莫 不是 Vill faced 感谢观看